你好 蓝点人 江苏树县 在这住了一晚上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下一站张家界了 这边环境特别好 就是广播有点吵 我们就住在这个大喇叭这下面 听了一夜大喇叭 不过它晚上十点之后它是关的 白天没法休息 所以我们就准备撤了 可以走了 出发了 是个沉默不语的 跑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 如果我有些权益了 就让我在这里独自醒过 不站在古老上面 一切繁华与我无关 这是个拥挤的地方 而我却很平凡 我走在古老下面 一切的咖啡馆 睡不着的后海边 靠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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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苏树县 从哪里来 上一站是长总 有没有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吧 你把车开到前面去 然后在我们这里登记登记了 以后做一个核酸检测啊 啊 好好好 这个车子太大了 我这还过不去了 弄过来弄过来 走走弄过弄过 可以了 这边都是做检测的 到了张家界要做核酸 听这就行 做一个核酸 哦 我口罩忘带了 你扯 遥控一下 你拿个口罩 我拿个口罩 健康码 需要健康码 我的健康码是绿的 你都没写 我没办法 我只有帮你们写 你自己不知道 目前我们是刚下张家界的收费站 在这个出站口 很多交警在拦着做核酸 现在在这排队呢 所有不是本地车都拦 对 只要不是本地车的 都要在这查个核酸 他们见得那么大 在这个代表 拦了很多的车 我们的车停在这边路口 刚刚完成登记 给了一个试管 到这里查个核酸 我们已经查完了 明天结果就能出来 这个是免费的 要登陆湖南的健康码的一个小程序 就可以查到 刚刚看见蓝车 我还以为要查这个拖挂了 紧张要命 对 那下来啥也没问 叫我们靠边 因为我们车长 对 靠到最前面 靠边去查这个核酸 我怎么想 但是要查的话 也是要等4月1 C6驾照 核实了之后再查 对不对 现在还没到4月1呢 对 后来看了一下 是所有的外地车 都要在这查个核酸 好了 接着赶路吧 好嘞 好嘞